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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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果你把钻进去的算是正的话 那么钻出来的就是负 比如说这是一个长直的导线 有电流进去 你算是正的 出来就是负 不一定要长直的导线 那么你这个电流如果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是I3 我们都用小写的好了 是I4 这两个也都穿过这个面呢 也都穿过 也都算在里头 你把钻进去的算是正 那么这两个是钻进去的 这两个是 钻出来的 那么正的 那I I Enclosed 就等于I1 加上I4 这是钻进去的 然后减掉I2 减掉I3 这个是电流 是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现在我们就用安培定义来解一个题目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是一个半径为R的一个圆柱导体 无线长的圆柱导体 那么这个导体呢 有电流 均匀地流过它的界面 这个电流我们假定是均匀的 它在里头流过 我这是画二度空间 其实它是三度空间的 电流 电流I 那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电流 有电流就会产生磁场 那么它在这个圆柱体的外面 跟圆柱体的里面 产生的磁场各是多少 空间任意位置的磁场 好那你现在要怎么做呢 要我 一提到要求磁场 我们就想到 我们学过哪一些 求磁场的方法 我们第一次学的是什么 Build Savalot 对不对 Build Savalot 你如果要用Build Savalot 可不可以啊 那很麻烦哦 为什么呢 因为Build Savalot 它是说 如果这是一条电线 上面有电流I 那么你取一段的 取一段的DL 这上面有电流I 那么这一段的电流 在这一点产生的磁场是这个 这个是R 这个是R 那这个是R Univectal 这个是Theta 那当然这个式子 我们就 我们先写这个微分式 先写这个 小小的DB 它就是I DL Cross R Univectal of R Square 这个是指什么 细导线上面的电流 细导线上面的电流 如果不是细导线的话呢 那你这个要用什么 我们另外还有两个式子 对不对 有这个DA 有这个Dta 那你要用DA 用Dta 那就是二维积分 跟三维积分 那这个就很麻烦了 不是不可以 很麻烦 那我们 现在就说 我们学了一个新的方法 叫安培定律 积分式 安培定律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它用在磁场 用在这个磁场 有一些 对称 就是说电流是对称的 电流是对称 所以它产生的磁场呢 也是某一种对称的方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安培定律 比如说我们现在 用安培定律试试看看 因为它的电流呢 是均匀的 在圆柱体里面是均匀的 那么它就是一个圆柱对称的方式 不一定要是均匀的是对称 如果这个电流密度仅仅跟R有关 那么它就是圆柱状的对称 我们现在用 安培定律 你把安培定律写出来 安培定律写出来 那你现在要用这个式子你要做什么 那你要知道它说些什么 它是说 经过任意的一个封闭路径 磁场的限积分 要等于这个值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封闭的路径 那这个封闭的路径要怎么做呢 就好像以前我们用高斯定律 是通过任何一个封闭面的电通量 要等于Q enclosed over epsilon zero 那我们那个时候要做一个封闭面 这个时候要做一个封闭的路径 那这个封闭的路径呢 你做得好 这个B场可以积分积出来 做得不好 这个B场积不出来 那你这个式子就不能用来求B场 所以我们经验告诉我们呢 要这样子做 首先我们把这个轴画出来 比如说 我们要求这一点的磁场 那我们就做一个封闭的路径 这个路径呢 是一个以轴 圆形在轴上的一个圆形路径 圆形路径 那你要求这一点 比如说 这个就是R OK 那我们就取什么 那我们就取一个圆形的路径 圆形的路径 这个圆跟这个界面是平行的 那我们简单的写就是取 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路径呢 我们先看这个 外面好了 R 大于大R的区域 你看你在这个路径上面 任何一点 这个上面任何一点 我叫你往里面看 你看到什么 我里面的电流是怎么分布 那你一定看到 在我前面这么远的地方 有一个导体圆柱 有一个圆柱导体 它的电流是均匀分布 每一点看的都是一样 因此这个电流 对每一点产生的磁场 你有没有理由说 这个磁场比这个大 这个磁场比这个小 有没有理由说谁大谁小 没有 因为大家都一样 对不对 面对的电流都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时候 路径上的磁场 是 常数 这个磁场是指路径上的 不是指这里 不是指这里 而是指路径上的 我们说 B场是等于 Constant 然后方向呢 方向我们就用 我们第一次导出来的 无线场的指导线 有电流的时候 这个电流产生的磁场 是什么方向 右手定则 右手定则 对不对 我们还是根据右手定则 现在电流是什么方向 这个方向 所以磁力剑的方向是 小指头弯曲的方向 因此我们就可以 知道 方向是 这个方向 那这个是B场 OK 好 那么 B场 的方向 它是等于B 这个是什么方向呢 Fi的方向 如果 我们把这个当作是 Z轴 我们用圆柱坐标 Z轴 那这个B场 就是Fi的方向 那这个 是从什么原理 你知道啊 一个是 电流对称分布 一个就是 由安培的右手定则 你这个写 电流的对称分布得知 这是由安培的右手定则 我们得知 然后我们就要取 DL 在这个路径上面 我们要取一个 微分的路径 我们现在取这样子 DL 我取的跟磁场 平行 DL就是路径的切线方向 切线方向不是跟B场平行 就是跟B场的方向相反 所以我就取 它是跟B场平行 这个理由要写上去 理由写上去 这样就行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 E式的左端 DL 因为B跟DL平行 所以这个就变成 存量 B场是个常数 可以提出来 那就变成这样子 DL就是 这个 这一圈路径的积分 那就是2πR 乘上2πR 它E式左端球出来了 现在我们看 E式的右端 E式的右端 它是等于 Muling I Enclosed 这个 这个 Enclosed 是指 穿过 这个路径 围层的这个面 的电流 你看这些电流 全部穿过它 对不对 全部都穿过 所以它就是I 这就是I 左端也求出来了 右端也求出来了 那我们就 左端 横等于右端 应该是写 E式左端 横等于 E式的右端 那我们就有 B 乘2πR 要等于 MulingI 于是我们就 B乘 是等于 2πR 分子Mul0I 那 你现在求出 B乘 只是这个 大小 实际上它有 方向的 你要把 方向也 表示出来 所以呢 我们就要写 B乘 要等于 2πR 分子MulingI 5π的方向 好 这个是R 大于 等于 大R 的时候 那如果要求R 小于大R 的时候呢 怎么办 小于大R 那你就要另外 再画一个图 我就画在这里好了 你们另外画一个图 你不要把所有图 都画在同一个图上面 那就看不清楚 那重叠在一起 你要几个图 就画几个图 你CT上面 好好地把它画出来 你如果考试的试卷子上 你也是 要几个图 你就画几个图 不要 不要 我要画五个图 你五个图 通通画在一起 那叠在一起 那谁知道什么图 叠在一起 就变成什么图 一塌糊涂 你现在把这个 在这个里头 好 我就用这个画 B厂 你也画出来 然后呢 我们同样的理由 判断这个 同理可以 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就得 同理 现在R 小于大二的区域 那我们可以写同理 可以得 一是左端 跟前面一一模一样 也等于 B厂 乘 二拍 二 但是右边不一样 等于 Muling I Enclosed 那这个时候 这个I 你看它并不是 所有的电流 这个地方都有电流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那并不是 所有的通过 都通过这个当中 那它只有一部分通过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用积分的式子来做这个 比如说它可以等于 M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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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Dot D A J.D 那么这个 这个呢 仍然是 你所做的这个 这个我们不要写 就是它是一个封闭路径 但是这个面不是 不是封闭路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J等于什么东西呢 这个Cross-Sectional Area 上面的电流密度 J 它是等于Total Current 被整个的圆柱导体 界面来除 这个界面的 界面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是一个什么 Constant 是一个常数 OK 是个常数 好 那么D A呢 我们要在这里头 这个面是这样子的 我取一个D A D A我就可以取代 随便什么 一个地方 小小的D A OK D A 它有方向了 我们把D A的方向 跟这个Current Density的方向 取为一致 取D A平行于Current Density 好 那这个D A 集整个的面 这个面的面积 就是等于 我们画减一下 就变成R 平方 分之 μ0i 小R 平方 好 右端求出来了 左端也有了 那左端很等于 右端 好 那我们就得出来 这个时候的B场 是等于2πR 平方 然后这个μ0i 这个约在一个 还有一个R OK 这是它的大小 那我们再把方向 放进去 B场的向量 就等于2πR平方 μ0ir 这个方向 好 那个是R大于大R 这个R小于大R 那小R等于大R的时候 小R等于大R的时候 这两个值是一样 就是在表面上的磁场 不管用这个算 还是用那个算 都一样 那这个就是用安培定律 这是一个典型的题目 典型的 你回去啊 你要按照这个方法去算 你不要随随便便的算 那这里有一个值 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 像这个 这个值 这个有没有看过啊 这个形态 B场等于这个有没有看过啊 这是什么形态啊 B场 B场 那么 这个就是 无限长的 我们以前不是 做了一个用BuildSafa Law吗 无限长的直导线 上面 那么 距离它R远之处 这个上面有I 有I 这个是磁场 那么这个就告诉你说 如果 这个圆柱 到底上的电流 是对称的 圆柱状对称的分布 你在这个电流 密度分布的区域以外 要看它的磁场的话呢 就相当于把所有的电流啊 都当作集中在它的轴 很细的一根轴上面 总电流 总电流就是这个 这个电流啊 在这里产生 把它当作细导线上面的电流 在外面产生的磁场 一样啊 只要是 圆柱状的对称都可以用 OK 好 那么这个是 提醒各位一下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同轴的电缆线 你如果这个会做的话 大概 安培定律就 用的很够了 这是一个 导体 导体 不过这个导体有内半径 外半径 然后 里头还有一个 实心的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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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这个 半径就随便你假设了 比如说 这个是A 然后 这个是B 然后 最外层 这个是C 那么 现在有电流 电流 比如说 它从这里头流进去 经过 就经过整个这个流进去了 然后从外头 这个 导体 你回流 你现在把这个空间把它分作几个区域 这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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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区域 一二三四 这四个区域的磁场 是什么 你回去把它做一做 你这一做 大概就 安培地理就很清楚了 OK 这是一种 直接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做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